Hello,央视网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山宇 感觉就是因为只结束两天 其实我还在回味当时的感觉 对,还没从那个演唱会后遗症走出来 因为看到就是重庆战结束的时候 你有发挥的时候 当时说下一代就离北京了 然后访问回到28岁那一年吗 是哪一刻让你觉得回到28岁那一年呢 一个是刚上台的那一刻 还有就是中间有一个弹钢琴伴奏的时候 全场大合唱的那一刻 18年的时候上那个 在那个鸟场看演唱会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开体育场 现场有弹钢琴 就是我弹伴奏 然后全场人大合唱 然后那个感觉就是很震撼的 因为我第一次站上鸟巢的时候是18年嘛 18年的9月吧好像是 然后又回到鸟巢 并且还是在同一个日子的话 我想说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惊喜 就是我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和歌迷一起去互相准备一些小心思 对对对对因为我每一场都会在思考说 哎我们我们要不要给歌迷准备点什么什么小的一些心思啊 就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给给大家 其实主要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四面台 就是体育场这个四面台 我觉得在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 我觉得对音乐性上面来说是可以要稍微做的可以更更更多一些的 那我就想说那其实我有很多音乐是和把它做做成跟国风来去来去相结合 然后可以做一点创新吧 对对对 其实我有去跟老师去学那个笛子啊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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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的乐器 包括肖啊这些 因为我本身以前是吹那个长笛的嘛 然后所以我我会对所有的管会比较感兴趣 就又跟老师请教一下 就是一些发现每个乐器 他的吹的那个口琴 哦还是有有很多区别的 我就觉得哎还挺有这些 就是就是想 好 对 交流交流 对 嗯其实我第一次当那个导演 我并没有 我并不是很想当导演 因为后来他们也说服我 因为毕竟当时那个21年我们是做了一个新的一个 做了一个新的演唱会的一个一个形式 就是这个户外形式 然后呢 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什么能参考的例子 但但这个想法是我想出来的嘛 然后我可能所有的东西内容啊细节什么可能都在我的大脑里面 然后可能大家也都觉得说如果要是如果不是我的话 可能不一定最终能实现出我脑袋里面想要的样子 但但但我觉得21年开完之后 我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是是是成功 但是也但是也也也总结了很多经验吧 对还能 改进 然后更好 所以后面的演唱会基本上还是我们要共同来去磨合 因为我觉得演唱火星演唱会其实 他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是大家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歌迷在来看我们火星演唱会的时候 其实他他们都会在想要怎么去一起共同创造出更多好玩的点在这个演唱会上面 所以我觉得好像演唱会真的是共同在创作 所有人一起在创作为了这件事情 最大的动力还是想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加这个概念吧 就是因为我我我记得我最开始有乐园这个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18年鸟巢开完 开完的其实当年晚上我就就已经开始想了 这是我我从舞台上一下来就上那个车在回去的路上 然后我就在思考 我说哎呀我说我已经开了全国最大的体育场了 那我未来还能怎么开 就是就是我觉得还没有什么更好玩的方式 当时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这个家的这个概念 就是因为我每次演唱会都会跟大家说欢迎回家 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火星演唱会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放松 早就开始 我们我们其实从哎呀 不能说吧 这能说吗 对啊 从日出的第一单分晚上吧应该是 我今天那天是早上嘛 看完日出 早上回去的路上就开始在 思考还能再做点什么 然后后来当天晚上我就想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一个点子 然后我们晚上在一起就睡一觉起来 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就开始本来应该是个庆功宴 但是我感觉拉大家开了会开了好几个小时 怎么这么细节啊 可以说是吧 因为我原本是想留在我们今年的最后一站 然后我来讲这个概念的 是怎么大家得胜利 这感觉因为说实话 我因为我这半年想的东西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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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所以以至于我其实这半年 说实话挺 我自己待着的时候其实挺痛苦的 对我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我在试图的去理解我的心产生的一些观点 并且去让我这些观点最终认证它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越认证它是正确的时候 意味着我要否定掉我前三十多年活着的所有认为的观点 那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太痛苦了 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说实话 就是所以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挺挣扎 但这个不是坏的东西 对它不是个负面情绪 它是一个让我觉得是 就是我再去说的二次面一点 就是有点像在追求所谓的什么真理也好 这些东西也好 但是追求的过程来说 好像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但是又想去了解这些东西 其实我的六专都是我 很早之前就开始创作了 就是我会挑一部分的音乐来看 是不是能否对这个外界是有影响的 就比如说 我遇到了某一些事情 如果产生了困惑或者是挣扎 那我会想要说 能够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走出来 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深刻 那我可能会把它通过音乐的方式记录下来 然后甚至是发表出来 那发表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想传递的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我听到 跟我有相同的共鸣的话 就是或者是你有相同的 当下有相同这种状态的话 那也许在听完这个作品之后 能让你的心情能够好一点 或者是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能让你过得稍微舒服一点 哪怕可能完全解决不了你的状态 但是至少能够稍微有点缓解 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但是当下最想表达的东西的话 可能不会放到六专里面来讲 对可能会放到未来来讲 因为我现在就好比我刚跟你聊 我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那个状态其实我自己还没找到答案 所以对我来说 它还没办法做成音乐 在等我有一天 找到了这个辩证关系 逻辑关系理明白了 可能我就会想说慢慢尝试去做它 对 我们有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辩证关系有没有什么温暖的 是 是 是 然后我看到有一句 中间有一段就是背景音 这个是什么声音 你应该想想 那个声音 你说那个有两个声是吧 就是 有点像金鱼 金鱼 那个是我自己的声音 哈哈哈哈 那是我自己录的 然后我们当时教大家如何编曲 哈哈哈哈 然后当时我们弄那个歌的时候 我说我要加两声这个 然后我就直接就线录了 录了之后 然后当时我们就开始找一个 找了好多种方式来去调出来 这样一个音色 对 想到的一个效果 你很像金鱼的 它还可以是什么 它可以是各种解读吧 因为它也可以是一个 嗯 也可以是金鱼 也可以是一个 精灵 或者是你灵魂伸出的一种声音 就是它 就像脑袋里面的那种那种小精灵 在在在在你身边围绕着你 也可以是保佑你 但是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来去保护你 或者当你要犯错的时候 它可以去把你给制止住 就是这种感觉 是你内心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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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这歌写的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这首歌是我 也是我一两年前先写了一个主歌 我应该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吧 年底的时候吧 对 然后把副歌写完了 对 因为我有时候创作就是那种 就是要不就一次性写完 然后如果写完一个 比如说我写完一个段落 如果后面我 感觉灵感断掉了 我就不会逼自己非要把它做出来 而是放一段时间 然后等有一天突然 拿起这个选人来的时候 也可以再接着写 然后把它填成一首完整的歌 对 就是那样 后面的歌应该就会比较轻松了 对 因为其实我专辑 我是有两个 我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但这个主题可能不只要用一张专辑来去听了 但我可能后面陆续的每一个作品出来之后 我会给大家一个总结 其实可能就知道我这个华盛与到底现在在做什么样的音乐 听我的音乐 但是可能有时候你会有点懵 就是说 哎为什么上一首是这样 下一首又是那样 就是在 但之后我可以跟大家再好好聊一聊 但我现在因为作品没拿出来 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可能大家也不应该知道我到底在干嘛 在想说什么 对 你能分别用一些最适合什么的听的歌来形容你们一下 形容大家的一张专辑 这个问题很有点难到 我好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的音乐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体 我觉得我的音乐好像不是应该是 如果你能品的懂的话 你就能在里面找到很多的乐趣 是这种状态 无关你现在当下在做什么 11年 我觉得这11年 整确来说应该是我觉得我做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去思考 然后其次是学习 因为在我眼里面学习是知识 但是思考它是有点像智慧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都要有 但是我感觉好像思考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对